大家好,我是姚将 这一段都没有蹭郭文贵的热度 今天郭文贵做了两个直播 一个是和班农的说香港这个问题 郭文贵在这个直播里反复的质问班农啊 就是让班农正面回答 到底这个川普啊,敢不敢去香港啊 共产党会不会把这个川普的飞机打下来 习近平和这个川普到底要怎么处理香港的问题 这个班农说来说去也说不出重点了啊 就是beat around the bush 就是不说重点啊 就是说这些边角料 说来说去说螺旋话 政治言论啊 但这不是重点啊 重点是直播的过程中 这个郭文贵发飙了 对着这个旧庄啊 他的亲密战友 还有这个什么后边的一些后台的 帮助他搞直播的翻译的字幕的 所有的这些后勤工作啊 Sara什么的 把他们一顿骂啊 这个说他们后勤没做到位 然后又做了第二个视频 出来道歉了有啊 又说这个对战友没有指挥权啊 不应该这么责骂战友 他没有资格 没有权利任何时候啊 任何地点都没有这种能 这种这个特权来质问战友 来这个要求战友做什么 即使是他的员工旧庄 他也没有权利辱骂这个旧庄啊 好像很多战友啊 因为在直播的时候 被郭文贵辱骂伤心了啊 郭文贵让他们删掉这些 在下边留言的五毛 十毛 他们好像没有删掉 还怎么样的啊 现在呀 这个郭文贵的战友 和郭文贵到底是一种 什么样的关系 这个因为我也很长时间 没有特别细致的看郭文贵了啊 这个我也说不清 他这个战友到底发展成什么模式了 但今天这件事呢 又给我们透露了 这个后面的黑幕 郭文贵到底和战友是什么关系啊 从前我说郭文贵这个团体 已经成了一个邪教 他下边这些小蚂蚁啊 还是战友 都是他的这个教徒 郭文贵就相当于是教主嘛 但是他这个教主 是一个前台的代理 是一个白手套 黑手套 红手套 后边有这个班农 还有开尔巴斯 上边还有什么光明会 各个县的人 都控制着郭文贵啊 他控制下边的小蚂蚁 小蚂蚁中有大蚂蚁 大蚂蚁 下边有小小蚂蚁 小蚂蚁 那现在呢 郭文贵这个体制呢 雇了一些战友做员工 然后还有一些 相当于是合作伙伴吧 co-worker啊 还是什么 fellows 这个教会里边的这个同工 他们叫同工啊 fellow worker 那这些人呢 有跟着他的 有被他雇佣的 有这个是道义上支持他的 我不清楚这个大卫小哥呀 还是细思极恐 他们是道义上支持他 还是被他雇佣的 还是被他打赏的 还是说蹭他热度的 蹭他流量的 他们这个关系就很微妙 但是今天呢 郭文贵在这个直播里边 因为没有达到他所预期的效果 就是怒霸战友 暂停了直播 啊 喝吃旧庄 让旧庄联系Sara 赶紧删五毛十毛 体现出了在关键时候 在他们内部群里 在他们后边的这个后台 郭文贵和这些人的关系 还是主子和奴仆的关系 就是他讽刺共产党 骂共产党 骂王岐山 孙立军 墨建柱 所有这些他天天骂的人 他们的行径 和郭文贵对待他的这个下属的行径 对待他的战友 所谓的战友是一样的 没有什么区别吧 就是主子对待奴才 关键时候你还得跪下 关键时候我还是得骂你啊 你关键时候没有给我办成事 我还是要斩你的头 还是要长你的嘴 他自己说了 他在这个 当着这个全天下 长嘴就装 对吧 这不就是长嘴就装吗 当然没有实际的物理上的长嘴了 就是直接这个 质文就装 披头盖脸啊 这个还质文后台的一些战友吧 这就告诉我们了 郭文贵他现在这个组织啊 还是这么一种主仆的模式 今天我这个群里呢 也有一些人啊 好像发出了这种 质疑我的这个群的这个声音 不管是群里还是群外吧 有退群的人啊 今天有一个人退群 所以我现在也这样借郭文贵这个热度来说一说这个群的事 我建这个群 首先不是我自己主动要建的 是很多这个观众或者说粉丝啊 我还不好意思说粉丝 我想管大家叫朋友或者观众吧 他们想要建这么一个群 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所以我建这个群 然后我要收费 是因为我想让大家承认我以前做的视频 你要是承认支持我 我收的钱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数目 你就加进来 对吧 然后你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我们一起关注事实挖掘真相 我的群并不是像郭文贵这种群啊 是一个主子和一对奴仆 然后这些奴仆听着郭文贵爆料 跟着伟大领袖向前进 为什么我以前做的视频 每次会在后边放一个这个 谁要是反对他 谁就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毛主席这个音乐呢 还有很多这个网友问我 放这个音乐是什么意思 你们都听不懂吗 我这就是在告诉你们 郭文贵他这个模式就是这样的 以往的事实和今天的事实 都证明郭文贵这个模式还是这样的 就是一帮奴才粉丝 跟着无脑的跟着郭文贵 后来有一些觉醒啊 据我的一些观众说 所谓的Q小哥 原来跟着郭文贵干的 现在也知道郭文贵这个臭脚不好捧啊 对不对 所以他也不支持郭文贵了 当然这是我的观众跟我说的啊 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所以就是这样 如果你建了这么一种群 你想把你的粉丝当成这个 你的追随者当成奴才 当成这种主子和奴才的关系 你这个群没法长久的 关键时候就会暴露这种问题 我建这个群绝对不是这样的 我也没有料可以报 我就是把我的观点分享给大家 你如果认同的 觉得我说的话里边有一点点 你曾经经历过的 能印证你的经历 印证你的思考 强化你的思考的 对吧 我们是志同道合的朋友 你就加进来 如果你觉得我分享的内容 对你没有意义你就不要加 加完了也可以退 因为现在这个群有一个机制 加入三天以后可以无条件的退群 你的钱也会退回去的 这是这个平台的机制 当然我个人也无所谓 你想加就加 想退就退嘛 对吧 其实你后来想退 你不想要钱了 想退出去 都可以嘛 对不对 我这个是一个让大家交流的平台 大家不要进来以为 好像是我有什么料给你报 我没有任何料 郭文贵有料 你可以加入郭文贵的群 那郭文贵这个蚂蚁帮 有的人说我这个群人特别少啊 郭文贵的蚂蚁帮群人特别多 你可以去啊 我现在不只有这个群 还有一个集中营这个等待群啊 如果你们不想加的 可以先进这个电报集中营群 在里边也可以交流啊 而且我建了这个群以后 我现在彻底的发现 我建群的初衷 就是大家希望有一个交流的平台 和我建群以后感受到的 加入进来的人 就是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啊 就像郭文贵以前说的 战友里边藏龙卧虎 我现在感觉这个群里边 也是藏龙卧虎 这些群友知道的信息 比我多得多 能关注到的点也比我多得多 我一个人也没法掌控这么多信息 所以我是在向这些人学习 这个平台也是在帮助我成长 所以大家如果抱着这么一个心态 你加入群 可能对你这个受益会更多一些 并不是说你看我姚将的视频怎么样 然后是在给我姚将打赏 是你加入了一个有很多同样经历的 同样思考的 希望挖掘真相的 这个真相不是指这个什么香港啊 或者是中国大陆啊 指的是整个地球 或者是整个宇宙的真相 是你整个人生的真相 如果你有这方面的思考和经历 你加入这个群对你会有很大的收益 因为这个群里现在已经加入了很多 非常有经验的 我想都想不到的这种 这种人会加入啊 这不是我在这儿 老王卖瓜自卖自夸 这就是事实啊 有一些是这些网友和我私下交流的 现在在这个群里的人可能也没有这个感受 以后你们会逐渐感受到的 这个群里边绝对有高人 你们会从这些高人身上获益啊 当然大家都是互相进步 互相分享信息 分享自己的经验 很多事情现在还没有这个公开出来 以后你们会慢慢感受到的 没有进群的 我希望你们快点进群啊 当然进群对我确实有这个现实上的好处 对吧 我的粉丝也变多了 我这个也有能一些有一些资金收入 对吧 对我自己也是一个激励 我也能做更多的视频出来 而且我还可以清洗掉这些不想看我视频的网友 我现在真的很想清洗掉 你不愿意看我视频的真的不要看 像我现在只是在这废话 我希望你能点赞 对吧 起码能区分出来谁是愿意看 谁是不愿意看的 现在在给你们几秒钟点赞 你们不愿意看的就现在可以立刻走 我就是在这废话 像郭大侠说的 没有爆料 就是跟大家唠家常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个人都是在一个生活的状态 你不会因为做某件事 你就忘记了生活状态 像郭文贵 郭大侠天天爆料 天天这个开十个会 晚上和老领导打十个小时电话 他也在生活呀 对不对 他不可能天天24小时 25小时这个爆料啊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在这个生活的状态下去挖掘真相 不要忘记了自己还是要有生活的 所以我现在今天就是跟大家唠这个家常 唠我这个聊一聊我做这个平台 做这个群的目的 加进来的都是什么人 你应该以什么样的状态加进来 如果你没想好你可以先不加 如果你加进来看了几天 你想退也可以退 对不对 我又不是绑架谁 已经加进来的这个朋友 想退的都可以随时退 我已经在群里都发了 这个绝对是大家自愿的啊 不是郭文贵那种群啊 蚂蚁帮那种群 道德绑架 经常绑架大家的注意力 绑架大家的这个立场 不让大家关注这个 不让大家关注那个 只能关注他说的香港 香港这个事是很重要 但它只是短期的一个热点事件 就像美国一轮一轮的 这news wave 一轮一轮的枪击案 一轮一轮的 这个一会儿 Apps蛋死了 一会儿又出了一个新的Apps蛋 对不对 这事多着呢 Pizza gate email gate 邮件门 就是希拉里 有一个网友打赏我 让我讲一讲这个 美国这些Q运动的这个 一个平台的跟踪报道 就这些热点事件 可以讲 那讲起来没完没了的 它是一个细致的这个 它是一个剧本上一个细节的 这个铺 一个展开 你可以不停的跟踪 跟踪以后 对你认识整个的这个事件的发 这个剧本的发展 不会有那么大的注意 但是会让你更确信 确实有这么一个剧本 当然你看你自己想追踪哪方面了 我的这些朋友们 他们追踪的范围太广了 我当然无法覆盖 对不对 如果你想让我和你一起追踪某个东西 你可以考虑跟我私下交流 我们可以共同研究 怎么能共同发展一些更多的 兴趣爱好和关注点 这是我在和我的这个群友说话 我当然也在和这些还没有入群的 想入群的 我们这个群就是开放性的发展 对不对 我们共同打造一个能这个挖掘真相 关注事实的平台 因为你一个人关注 不管是YouTube上的 还是这个主流行为媒体上的 还是你个人生活中的这些 你总是有限的 而且你一个人 你经常你的信心会被动摇 你没法确认自己经历的和看见的 是不是真的 你需要有很多这个头脑连在一起 不然老领导为什么建这个脑机接口呢 为什么要用这个大脑之间直接通信呢 把我们整个这个80亿人口建成一个脑联网 BrainNet 这叫BrainNet 大脑互联网 我们和整个地球上所有的机器 共同组成了一个新型的互联网 这就是人机融合的模型嘛 所以我们在老领导 把我们全都这个全球无缝脑控之前 我们可以自己成立这么一个平台 挖掘真相 对不对 有的人说啊 知乎上 不是知乎 什么天涯上 什么百度贴吧里 有很多这个同志啊 如果你喜欢那个平台 你可以去百度贴吧嘛 百度贴吧现在都已经落后成什么样了 就不用我多说 那天涯上如果有这个群 你可以去进呢 你自己去嘛 对不对 哪个群人数多 哪个群有你想要的真相 你就去加嘛 我这个群 我就希望和我志同道科的人加进来 我们一起挖掘 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想法 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你不用想着 好像是在和我摇将一个人 进行沟通和交流 是对我一个人有益 不是对我一个人有益 是大家共同受益 你要想明白这件事 你看你家郭文贵 你可以去加郭文贵的蚂蚁帮 看郭文贵骂不骂你 对不对 你看郭文贵骂了他的粉丝 他立刻道歉 郭大侠 这个是华人 华人首屈一指的播主 对不对 谁比郭文贵活啊 不存在比郭文贵活的播主 他骂了自己的粉丝 都得立刻道歉 骂了战友立刻道歉 还得解释自己啊 还没文化呀 控制不住 搂不住 火人搂不住怂 怂人搂不住火 这是王萌老师说的 搂不住 不敢骂自己的粉丝和战友 骂完了赶紧道歉 立刻 同一天当天立刻道歉 但我摇将呢 我骂了我的粉丝 我骂了我的观众 我骂就骂了 我就是这样 我不在意 这个观众和粉丝 到底怎么看我 到底会不会继续看我的视频 因为我传播的是事实 是我认为的事实和真相 我不是想拉拢一帮人 当我的这个信徒 还让他们给我捐款 我不是干这个的 郭文贵是干这个的 所以他骂了战友 战友伤心了 他得立刻道歉 这不就是很简单吗 你就看出来 每个人在干什么了 我骂了我的这个粉丝和观众 我不道歉呢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认为我传播的是真相和事实 如果有一天 我这个世界观崩塌了 那可能我会道歉 我以前的想的全是错的 我傻逼了 我脑残了 我在脑残和傻逼的状态下 骂了我的这个 有真知灼见的粉丝和这个观众 对不对 那个时候我可能会道歉 现在我绝对不需要道歉呢 我没有利益诉求 所以大家看事情 还是学郭文贵 对吧 郭文贵告诉我们的 抓住钱的流向 抓住时间点 抓住人物关系 对不对 就是这么简单 郭文贵教的都很好 但他自己呢 就在自己说的这个理论体系里 玩这个游戏 只是很多人看不清楚 看不出来 这次他为什么这么生气啊 他和班农这个直播 有多么重要啊 老说这个中国要采取 巨大行动了 这几天 那我们就关注 看看是不是会有巨大行动嘛 天天整的这个 马上就是火烧眉毛了 看看到底火 是不是会烧到眉毛 这次是不是上边给他派的任务 这个视频没做好 没完成好吗 他的压力也很大 所以跟战友急了 是不是班农老领导也不高兴了 班农的老领导也不高兴了 这个事情就复杂了 谁也说不行啊 有明白的你可以告诉我 为什么郭文贵今天发这么大的火 我分析的不对 希望这个有智慧的观众告诉我 啊行 今天就先说到这吧 一会儿我可能会再做一个视频 给我这个群友分享啊 没加群的 希望你们赶紧加群啊 这个群里边 这个来来走走的人 就是以后可能会形成这个常态啊 你可以没事进群看一看 不行你再走嘛 对不对 我们这就成了茶馆了啊 不是老北京茶馆啊 老北京茶馆就和这个 美国的Q运动差不多 他们是有这个预设立场的 我没有预设立场 我的预设立场不是支持任何人 我就想挖掘真相 你如果想加入一个 有预设立场的这个群 嗯你最好就不要加入我这个群 我这个群没有预设立场 啊今天就聊到这儿